他在睡觉 我们可以摸进去 为什么他突然醒来了 再见 不是厕所厕所 上楼上楼上楼 今天我们来到104号房间 有两个人 一就是打碎他们家的玻璃 二就是打碎他们家车玻璃 我一度怀疑 闻你他是卖玻璃的兄弟们 好 那我们就去探访一下104 让大家先按一下门铃 然后我们撤回去 接下来会有一个人开门 然后我们就可以观察到 他平时的住户 这个日常的情况 生活习惯 好 这个大姐还不知道 是我按的门铃 然后我们把车停在这里 把后备箱打开 这是因为待会运东西的时候 更方便一点 好 爬树藤 对了 这个爬树藤是需要敏捷度二级 然后去买一个攀爬手套 在之前已经完成这个了 现在敲一下二级的标准锁 现在他们已经出门 不对 我这个时间点有问题 这是什么 收音机 他还没有出门 他个回家了 我的天哪 今天出门的时候没有看皇帝 不对 没有看时间 音响 咱先拿点东西赶紧撤吧 不然的话他老公回来 那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我还得藏在大衣柜里边 从这把电视给他扔下去 好我们先把这个电视放在货币箱里边 我的行为很可疑 被检测到了 是谁 快快快快 这时候呢 先把车开到停车场 然后 江湖再见吗 对不对 反正104 我拿定了 你玻璃我也砸定了 你玻璃我也砸定了 OK 12点了 你12点你不出门吗 你兄弟在搞什么 你这样我还怎么借东西啊 站起来了 他又出门了 他这个出门时间还很长大 兄弟们 所以呢 大家也看到了 下面那个人一直在躺在那里睡觉 哎好 他出去了 我们继续 原路返回 哎 这么快就修好了 右耳窍 好的好的好的 轻轻的开门啊 啊 轻轻也被听到了 没关系啊 应该 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好东西啊 刚刚呢 我们把一个音响 还有电视爆走了 哦 哦 金杯 我之前这个好像卖了20多刀 没东西 地球仪 不值钱 这里是一个藏匿点 打衣柜 哎 相机 好 家伙 相机好像也能卖二三十吧 这是三楼啊 我们下到二楼 他说 他说要打玻璃啊 不急不急 我们先把东西搜一下 哦 钱 哇 U盘 U盘也能卖钱 只要是他不太重 他太重的话 我们就背不走这么多 遥控器 谁要你家电视遥控 电视 下报走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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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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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